骆驼翔子第二章,因为高兴,胆子也就大起来,自从买了车,翔子跑得更快了,自己的车,当然格外小心,可是他看看自己,再看看自己的车,就觉得有些不适味儿,假若不快跑的话,他自己,自从到城里来,又长高了一寸多,他自己觉出来,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。 不错,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棒与固定了一些,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,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长高一些,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,他虽不说什么,可是心中暗自喜欢,因为他已经是这么高大,而觉得还正在发长,他似乎既是个成人,又是个孩子。 非常有趣,这么大的人,拉上那么美的车,他自己的车,公子软得颤忧颤忧的,连车把都微微地动弹,车厢是那么亮,电子是那么白,喇叭是那么响,跑得不快,怎能对得起自己呢? 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? 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,感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,翔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,微微轻响地皮轮像镇利索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,飞快而平稳。 拉到了地点,翔子的翼裤都凝得出汗来,哗哗地,像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。 他感到疲乏,可是很痛快的,值得骄傲的,一种疲乏,如同骑着鸣马跑了几十里那样。 假若胆状不就是大义,翔子在放胆跑的时候可并不大义。 不快跑若是对不起人,快跑而碰伤了车便对不起自己。 车是他的命,他知道怎样的小心。 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,他便越来越能自信,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做的。 因此,他不但敢放胆地跑,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去考虑。 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,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,他愿意出去,没人可以拦住他。 外面的谣言,他不大往心里听。 什么西院又来了兵,什么长兴殿又打上了仗,什么西纸门外又在拉付,什么奇幻门已经关了半天,他都不大注意。 自然,街上铺户已都上了门,而马路上站满了武装警察与保安队,他也不便故意去找不自在,也和别人一样急忙收了车。 可是,谣言,他不信,他知道怎样谨慎,特别因为车是自己的。 但是,他究竟是乡下人,不像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。 再说,他的身体使他相信,即使不幸赶到点上,他必定有办法。 不至于吃很大的亏,他不是容易欺负的。 那么大的个子,那么宽的肩膀。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卖一块王旗掌。 麦穗与刺刀,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优惧的象征。 翔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,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。 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,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,总会来到。 谣言吧,真事吧。 翔子似乎忘了他曾经做过庄稼活,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,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务。 他只关心他的车,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。 他是快万能的田地,很迅顺地随着他走,一块活地,宝地。 因为缺余,因为战争的消息,粮食都涨了价钱。 这个,翔子知道。 可是他和城里人一样的只会抱怨粮食贵,而一点主意没有,粮食贵。 贵吧,谁有法教他贱呢? 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,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。 设弱城里的人,对于一切都没有办法。 他们可会造谣言,有时完全无中生有,有时把一分真实说成十分,以便显出他们并不于傻羽不做事。 他们像些小鱼,闲着的时候把嘴放在水皮上,吐出几个完全没用的水泡也怪得意。 在谣言里,最有意思是关于战争的。 别种谣言往往始终是谣言,好像谈鬼说胡那样,不会说着说着就真见了鬼。 关于战争的,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正确消息,谣言反倒能力干见影。 在小节目上也许与真是有很大的出入,可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有无,十之八九是正确的。 要打仗了?这句话已经出口,早晚准会打仗,至于谁和谁打。 鱼怎么打,那就一个人一个说法了。 翔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个。 不过,干苦工的人们,拉车的也在内,虽然不会欢迎战争,可是碰到了他也不一定就准倒霉。 每逢战争一来,最着慌的是扩人们。 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,赶快就想逃命,钱使他们来得快,也跑得快。 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,因为腿脚背前坠得太沉重。 他们得顾许多人做他们的腿。 箱子得有人抬,老幼男女得有车了。 在这个时候,专卖手脚的哥们的手鱼脚就一律跪起来。 前门,东车站。 哪儿? 东车站。 哦,干脆就给一块四毛钱。 不用驳回,兵荒马乱的。 就是在这个情形下,翔子把车拉出城去。 谣言已经有十来天了,东西都涨了价,可是战士似乎还在老远。 一时半会儿不会打到北平来。 翔子还照常拉车,并不因为谣言而偷点懒。 有一天,拉到了西城,他看出点棱缝来。 在护国四街西口和新街口,没有一个招呼,西院哪。 清华呀,的。 在新街口附近,他转悠了一会儿。 听说车已经都不敢出城,西直门外正在抓车。 大车小车罗车洋车一起抓。 他想喝碗茶就往南放车,车口的冷静露出真的危险。 他有相当的胆子,但是不便故意地走死路。 正在这个街骨眼,从南来了两辆车。 车上坐着的好像是学生。 拉车的一边走,一边喊。 有上清华的没有。 嗨,清华。 车口上的几辆车,没有人打岔。 大家有的看着那两辆车淡而不厌的微笑。 有的叼着小烟袋坐着,连头也不抬。 那两辆车还继续地喊。 都哑巴了。 清华。 两块钱吧。 我去。 一个年轻光头的矮子看别人不出声。 开玩笑似的答应了这么一句。 拉过来。 再找一辆。 那两辆车停住了。 年轻光头的冷了一会儿。 似乎不知怎样好了。 别人还都不动。 翔子看出来。 出城一定有危险。 要不然两块钱清华平常只是二三毛钱的事。 为什么会没人抢呢? 他也不想去。 可是那个光头的小伙子似乎打定了主意。 要是有人陪他跑一趟的话。 他就豁出去了。 他一眼看中了翔子。 大个子。 你怎样? 大个子三个字把翔子招笑了。 这是一种赞美。 他心中打开了转。 凭这样的赞美。 似乎也应当捧那身挨胆大的光头一场。 再说呢。 两块钱是两块钱。 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。 危险。 难道就那样巧? 况且。 前两天还有人说天坛注满了冰。 他亲眼看见的。 那里连个冰毛也没有。 这么一想。 他把车拉过去了。 拉到了西直门。 城洞里几乎没有什么新人。 翔子的心凉了一些。 光头也看出不妙。 可是还笑着说。 招呼吧。 伙计。 是福不是货。 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。 翔子知道事情要坏。 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了。 不能说了不算。 不能耍老娘们脾气。 出了西直门。 真是连一辆车也没遇上。 翔子低下头去。 不敢再看马路的左右。 他的心好像直顶他的泪条。 到了高亮桥。 他向四围打了一眼。 并没有一个兵。 他又放了点心。 两块钱到底是两块钱。 他盘算着。 没点胆子哪能找到这么翘的事。 他平常很不喜欢说话。 可是这阵他愿意跟光头的矮子说几句。 街上清静得真可怕。 抄土道走吧。 马路上。 那还用说。 矮子猜到他的意思。 字要移上了便道。 咱们就算有点底了。 还没拉到便道上。 翔子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。 虽然已到妙峰山开妙进香的时节。 夜里的寒气可还不是一件丹山所能挡得住的。 翔子的身上没有任何累赘。 除了一件灰色丹军服上身。 和一条蓝布军裤。 都被汗恶得奇臭。 自从还没到他身上的时候已经如此。 由这身破军衣。 他想起自己原来穿着的白布小褂与那套因丹是灵蓝的夹裤褂。 那是多么干净体面。 是的。 世界上还有许多比阴丹是灵蓝更体面的东西。 可是翔子知道自己混到那么干净利落,已经是怎样的不容易。 闻着现在身上的臭汗味。 他把以前的挣扎与成功看得分外光荣。 比原来的光荣放大了十倍。 他越想着过去便越恨那些兵们。 他的衣服鞋帽,洋车,甚至于寄腰的布袋,都被他们抢了去,只留给他轻一块紫一块的一身伤,和满脚的泡。 不过,衣服,算不了什么,身上的伤,不久就会好的。 他的车,几年的血汗挣出来的那辆车,没了。 自从一拉到银盘里,就不见了。 以前的一切辛苦困难,都可一眨眼忘掉。 可是他忘不了这辆车。 吃苦,他不怕。 可是再弄上一辆车,不是随便一说就行的事,至少还得几年的功夫。 过去的成功全算百饶。 他得重打鼓令开张打头来。 翔子落了泪。 他不但恨那些兵,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。 凭什么把人欺悟到这个地步呢? 凭什么? 凭什么? 他喊了出来。 这一喊,虽然痛快了些,马上使他想起危险来。 别的先不去管吧,逃命要紧。 他在哪里呢? 他自己也不能正确地回答出。 这些日子了,他随着兵们跑,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。 走,得扛着拉着或推着兵们的东西,站住。 他得去挑水烧火,喂牲口。 他一天到晚只知道怎样把最后的力气放在手上脚上,心中成了块空白。 到了夜晚,头一挨地,他便像死了过去。 而永远不再睁眼,也并非一定是件坏事。 最初,他似乎记得兵们是往妙峰山一带退去。 极致到了后山。 他只顾得爬山了。 而时时想到不定哪时,他会一跤跌到山溅里。 把骨肉被野营们啄尽。 不顾得别的。 在山中绕了许多天。 忽然有一天山路越来越少。 当太阳在他背后的时候, 他远远地看见了平地。 晚饭的号声把出营的兵丁换回。 有几个扛着枪的牵来几匹骆驼。 骆驼。 翔子的心一动。 忽然的他会思想了。 好像迷了路的人,忽然找到一个熟识的标记。 把一切都极快地想了起来。 骆驼不会过山。 他一定是来到了平地。 在他的知识里。 他小的京西一带。 像巴里庄。 黄村。 北新安。 摩石口。 五里屯。 三家店。 都有养骆驼的。 难道绕来绕去。 绕到摩石口来了吗? 这是什么战略? 假使这群只会跑路与抢劫的兵们也会有战略。 他不晓得。 可是他却知道。 假如这真是摩石口的话。 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。 而想到山下来找个活路。 摩石口是个好地方。 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。 往南可以奔长兴殿。 或封台。 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。 他为兵们这么盘算。 心中也就为自己画出一条道来。 这到了他逃走的时候了。 万一兵们再退回乱山里去。 他就是逃出兵的手掌。 也还有饿死的危险。 要逃就得成这个机会。 由这里一跑。 他相信一步就能跑回海淀。 虽然中间隔着那么多地方。 可是他都知道呀,一闭眼。 他就有了个地图。 这里是摩石口老天爷。 这必须是摩石口。 他往东北拐。 过金鼎山。 李王坟。 就是八大处。 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。 就到了南兴庄。 卫士有些遮影。 他顶好还顺着山走。 从北兴庄。 往北。 过魏家村。 往北。 过南河滩。 再往北。 到红山头。 捷王府。 静一园了。 找到静一园。 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淀去。 他的心要跳出来。 这些日子。 他的血似乎全流到四肢上去。 这一刻。 仿佛全归到心上来。 心中发热。 四肢反倒冷起来。 热望使他浑身发颤。 一直到半夜。 他还合不上眼。 希望使他快活。 恐惧使他惊慌。 他想睡。 但睡不着。 四肢像散了似的在一些干草上放着。 什么响动也没有。 只有天上的心伴着自己的心跳。 骆驼忽然哀叫了两声。 离他不远。 他喜欢这个声音。 像夜间忽然听到鸡鸣那样使人悲哀。 又觉得有些安慰。 远处有了炮声。 很远。 但清清楚楚的是炮声。 他不敢动。 可是马上营里乱起来。 他闭住了气。 机会到了。 他准知道。 兵们又得退去。 而且一定是往山中去。 这些日子的经验使他知道。 这些兵的打仗方法和困在屋中的蜜蜂一样。 只会到处乱撞。 有了炮声。 兵们一定得跑。 那么。 他自己也该精神着点了。 他慢慢地。 闭着气。 在地上爬。 目的是在找到那几匹骆驼。 他明知道骆驼不会帮助他什么。 但他和他们既同是俘虏。 好像必须有些同情。 军营里更乱了。 他找到了骆驼。 几块土岗似的在黑暗中趴扶着。 除了粗大的呼吸。 一点动静也没有。 似乎天下都很太平。 这个。 叫他撞起点胆子来。 他扶在骆驼旁边。 像冰钉藏在沙口袋后面那样。 极快的他想出个道理来。 炮声是由南边来的。 即使不是真心作战。 至少也是个此路不通的警告。 那么。 这些兵还得逃回山中去。 真要是上山。 他们不能带着骆驼。 这样。 骆驼的命运也就是他的命运。 他们要是不放弃这几个牲口呢。 他也跟着完事。 他们忘记了骆驼。 他就可以逃走。 把耳朵贴在地上。 他听着有没有脚步事来。 心跳得极快。 不知等了多久。 始终没人来拉骆驼。 他大着胆子坐起来。 从骆驼的双风肩望过去。 什么也看不见。 四外极黑。 逃吧。 不管是吉士兄。 好。